今天吃 Ham and cheese, fresh toast pot 老婆不想家了 回不去了怎么办 你再也回不去了怎么办 就能是在家里做点像我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菜 老婆给你做一个 你做啥都行 只要有饭吃我都不嫌弃 好了 我出门去超市买点东西 大连又懒头了 做好防护 我们今天刚去做了那个检查 口糊了 他让我张嘴的时候还抠了我好几下 对 我也是 我差点呕了 我的天 大连的朋友们难免解蛮了吗 应该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大连现在超级安全 基本上每个人全检测过 基本上加加乎乎乎拿喇叭 没剪的下来检查 昨天下午楼掌叫我 他是直接对接这事的 没趣的 报名 我给你叫号 我晒黑了 你看我怎么黑 我晒红了 先我出门 来材料去 拜拜 这花回来 杀手没有花 真的吗 真的吗 去花 走到的花 走到的 看起来 大家准备 去吧 ok 东西买好了 回家坐吧 面包切边 先放芝士 三片火腿 再来一片芝士 再用面包片盖上 把面包边捏一下 使点筋 让它粘得老固一点 一个鸡蛋 两个鸡蛋 三个鸡蛋 倒入牛奶 盐 胡椒粉 用力搅拌 差不多这样 开火 黄油 热锅 做好的面包 放进蛋液里 均匀的裹满鸡蛋 下锅煎 太恶心了 拿手就这么样 在里边这样糊糊 也不带个手套 谁戴手套 自己家里 哎呀 不知道特殊时期 哎呀 你看他的手 我洗手了 我洗手了怎么的 恶心 小磨变了 走 小磨变了 小磨出锅了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我来看看这两天有没有你的指纹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就像我小时候 干嘛有个做 这个是煎的 煎的 是不是烤也行 烤也应该行 现在简单嘛 就是简的方便 家里谁都能做 在美国我们经常吃French Toast 然后这种French Toast 就是Pham&Cheese 火腿和芝士 哎呀 真感觉了 可能不是最健康的一顿饭 但是小孩爱吃 长大了之后也是Comfort Food 也蛮有营养的呀 其实也可以放点菜 你可以放点胡萝卜 胡萝卜先煎一下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这里边本身 它的芝士就补钙嘛 特别补钙 孩子吃 它裹了鸡蛋 这不挺好的吗 拿个强的菜 都吃得挺好 很多中国人 不想接受这么多芝士 咱们爱吃芝士吗 来投票吧 下面留言 爱不爱吃芝士 爱吃 不爱吃 不 我想提个意见啊 为什么你每次录视频的时候 都是趁我这种没化妆 头发都乱 我今天早上去做检测 起来脸都没洗 就拿凉水扑了一下 就剪得我这个时候录的 就不凑巧吧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是啊 再来一碗 要不留言慢慢吃这个吧 这样吧 妈妈一个 当当一个 爸爸就不爱吃 这样的 我给你抱爸爸 他不爱吃 你不得 Sorry 什么意思 付我一个吧 付我一个二嘛 是不是你故意的吧 你不够分的了 你就不给爸爸 不是不够分的了 他是真的不爱吃 你就不够分的了 爸爸特别简单 就是肉皮就不爱吃 肉皮 还有什么馅能好吃呢 其实很多 可以做那种肉馅饼 就像汉堡 但是法式汉堡 鸡肉也可以 我们家昨天吃鸡肉 没吃掉的那个鸡肉 你就把剩的鸡肉拿出来 切切切切 就是做好的 我发现了 还有一块美貌在哪 不只是在我胳膊上 也是在那里 那就是你给我弄的 我能自己这样飞上来啊 好 下一个视频应该做什么菜呢 这几天大连 就是疫情又来了嘛 对对 老老实实的 在家里 等等 明天等啥呀